咱们呢 说完邓玉交案之后 再来说一桩 这么些年 一直被大家所关注的案例 十二群案 十二群是谁呢 是河南的一个亿万富翁 同时他还有一个身份 是一个抢劫银行的抢劫犯 他是怎么从一个普通人变成抢劫犯的 又是怎么从抢劫犯变成亿万富翁的 从头来说 十二群呢 是河南驻马店人 他呢 就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 他的父母也好 其他的家人亲戚也好 都是老实八交 勤勤恳恳 在家人的影响之下 一开始十二群呢 也挺老实 但是呢 家里边日子过得穷 甚至有时候啊 吃喝都得发愁 家里穷没法供他上学 早早的就辍学回去了 辍学在家之后怎么办 也跟着父母种地吗 不甘心的 于是出来打工赚钱 可是呢 年纪小 文化水平也不高 至于说体格吧 也不是那种身强体壮的 所以用人单位呢 也嫌弃他 找不着什么像样的工作 每天呢 就四处找工作 四处打打零工 赚点小钱 勉强能够糊口 但十二群有一个优点 那就是认真 踏实 不怕吃苦 所以 经过了几年辛苦打拼之后 这十二群呢 已经稍微有点积蓄了 也当了一个小包工头 当了包工头了 手底下带着几个弟兄啊 为了让手底下几个弟兄过得更好 也为了自己能挣更多的钱 能接更大的活 就去银行办理了贷款 从一家房地产商手里边 接下来一单大活 说是大活 其实也没有特别大 但对于十二群来说 这已经是了不得的大活了 能接下这样的活 工友们也很高兴啊 干活尤为积极 可是没想到 这工程啊 顺利完成了 赶上这房地产商呢 想赖账 不给钱 迟迟的不给结清款项 哎呦 十二群愁的呀 带着工友一遍一遍的上门讨债 一直从年头讨到年尾 也没能把这钱要出来 十二群呢 也不愿意亏欠自己手底下的这帮弟兄 咬咬牙 用自己的积蓄拿出来 给工友们发了工资 工友们呢 也知道十二群这人厚道 打了这么多年交道了 拿到工资之后呢 也没责怪他 也没有想着另谋高就 对吧 反而愿意接着跟着他干活 十二群脑子算是很灵活的 这回亏了钱了 下回想方设法再赚回来呗 很快 又接了不少活 又攒下了一笔积蓄 他呀 觉得还是当包工头挺好 接着去揽工程去吧 之前吃过亏了 这回就很谨慎了 每回签合同啊 都得认真检查好些个遍 但纵然如此 你合同签得再好 那人家就是赖账 你也没办法 十二群逼不得已之下 拿着合同找律师打官司 但是人家财大气粗 最终这官司也没能胜诉 合作商呢 当时跟他签的合同里边啊 其实是有一些漏洞的 就这些想抵赖的公司啊 太会在这合同上做文章了 十二群尽管谨慎谨慎再谨慎 但还是没有发现这些漏洞 导致把这官司给输了 哎呀 十二群这个工程只拿到了首期款 自己的成本搭进去了 还得给自己的工友们发工资呢呀 只能把这个工程的首期款拿出来 给工友们就分了 这时候呢 十二群自己家里边也出问题了 闺女该上学了 怎么交学费 没钱呢 实在没办法了 先跟亲戚朋友借钱吧 先让女儿上了学再说呀 但是啊 人都是很现实的 看你行的时候 亲戚们都是好亲戚 朋友们都是好朋友 有朝一日落了难了 嘿 你真跟借钱去呀 借不出来 十二群接连遭遇打击 慢慢的整个人变得特别沮丧 甚至有点绝望了 这时候十二群就冻起了歪心思了 不行 怎么样才能挣笔快钱 挣笔大钱呢 我要抢劫 有了这念头之后 十二群就开始物色同伙 先是从工友们入手呗 这最熟啊 工友里边呢 找了两个老乡 同时十二群又找了两个堂弟 十二群呢 拿自己的钱来付给工友工资 工友们呢 对他就挺感激的 有的打心眼里边觉得 还挺对不起十二群的 想报答他 十二群隐隐约约的 就向他们说了想要抢劫的这个想法 哎呦 这几个人当时听了之后大吃一惊 但是思来想去 我呀 还是得报答他 在他的劝说之下 大伙就入了火了 人选已经确定了 这个犯罪团伙 算是搭建起来了 接下来得有家伙事啊 十二群就打听到 许昌那边有人私底下卖枪 就找到了那边花了不少钱 大价钱 买了五把枪 是由那种运动会发令枪改造的 打的是钢珠 这样一来武器有了 人也有了 抢谁呢 抢老百姓 那抢不出来多少啊 那抢哪最能挣呢 合起来合起去 抢银行吧 银行钱多呀 那抢哪的银行呢 十二群呢 也有特定的目标 就是要抢郑州的银行 为什么抢郑州银行 据后来十二群说呀 当年就是在郑州上当受骗了两回 所以就得抢郑州 通过观察 十二群把那些不好下手的银行都排除掉了 最后选择了郑州市合作银行 管程支行作为目标 十二群把愿意跟着他抢劫的几个工友都找过来 具体讨论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先是乔庄打扮好了 跑到这银行附近蹲点 摸清楚了银行日常的工作安排 工作流程 工作时间 随后就发现 哎呀 这银行怎么晚上七点多还不关门啊 虽然是四点多就下班了 但他们不走啊 一直有人呢 这可怎么办呢 没关系 他们下班下得晚 咱就上班上晚点呗 对吧 他们呢 经过长时间的踩点之后 终于把时间地点 人选工具 这都弄好了 现在就差最后一步了 1999年12月5号晚上7点20 工作人员基本上都走得差不多了 还有几个没走的 在银行打扫卫生呢 工作一天了 大家都很疲惫了 就在这时候 银行大门突然就被人推开了 十二群他们几个拿着枪可就冲了进来 直接把银行柜台玻璃给敲碎了 把上来阻拦的保安给打伤了 各位 这也就是当年 那银行柜台玻璃能敲碎了 现在再试试银行柜台那玻璃 别说敲了 拿枪打都打不碎 十二群他们 抢劫完银行之后 是怎么顺利逃脱的 又是怎么摇身一变成为亿万富翁的 上期节目咱们说了 十二群他们拿着枪可就冲进银行 哐哐两下 把银行柜台那玻璃就敲碎了 同时呢 还把保安给打伤了 看着倒在血泊之中的保安 其他的员工 也都吓得不行了 不敢动啊 都在那蹲在地上 就跟咱们在影视剧里看的那场面似的 就看着十二群 他们在那一顿胡作非为啊 有个银行员工 实在是忍不住抬了一下头 就这一抬头 正好跟十二群来了个眼对眼 十二群啪就拿出枪 用那钢珠弹 打伤了这个员工的后背 这员工倒在地上 疼的呀 吱在那喊啊 其他人更不敢动了 十二群他们 短短五分钟 把钱呢 可就抢到自己手里来了 把钱揣进包里 安全撤离 等他们卷了钱扬长而去 银行员工们这才敢动啊 手忙脚乱的打电话报警 叫来救护车 把受伤的保安受伤的员工 送到医院抢救 直到这时候员工们 这才开始清点 到底少了多少现金 十二群他们这一次 截走了208万元的现金 这在90年代末来说 天文数字啊 这起抢劫案 顿时引起了河南警方的高度重视 派出了郑州市公安局最优秀的警察 负责这起案件的侦判工作 但是啊 当年毕竟行政科学技术条件不好 警方查了很久 也没查到犯人的身份 与此同时 十二群他们带着200多万巨款 凑到一起 可就分了脏了 他给自己留了120万 其他的平均分配给了那四个 跟他抢劫的工友 还有堂弟 十二群又按照事先计划 安排这四个人离开河南 躲到了云南 还嘱咐他们呢 兄弟们 一定要记住了 绝对不能告诉任何人这件事情 就算是做梦的时候 也得把嘴闭紧了 之后啊 过了很长时间 十二群 这心里边那还是抖抖活活不踏实呢 怕警察查到他头上 但一天又一天 一个月又一个月的 怎么还没查到我这呢 这也就放下心来了 这么着 又把躲在云南的四个弟兄喊回来 继续在手底下干活 在这期间 十二群用自己分得的那120万 在河南驻马店买了一片空地 利用自己包工头的身份 又去银行贷了一笔款 在这片空地上啊 建起了几栋居民楼 楼也盖完了 正好赶上咱们国家商品房 刚刚开始兴起 房子卖的好啊 可是大赚了一笔 原来的欠款都还上了 剩下的钱呢 接着投资房地产 十二群之前干了那么多年承包工程的活 他呀 总能找到那些别的开发商不愿意买 地价呢 还不贵 但是啊 后续又特别受人追捧的这些地块 但凡是十二群投资建设的楼盘 都能在很短的时间里销售一空 这么着十二群这钱是越赚越多 后来他发现不光居民楼赚钱 盖办公楼 那更挣钱 又买了一块空地 盖了八千多平米的一栋办公楼 这办公楼一般就是出租啊 盖好之后 呼拉超就全租出去了 十二群的资产呢 一下子翻了好几倍 十二群这算是尝着甜头了 于是又赤巨资 买下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 就开始了正规的经营 等到2015年的时候 十二群的身价啊 已经高达五亿了 在当地呢 也算是小有名气的大老板了 但是谁都不知道 这个大老板竟然是靠抢银行起家的 认识十二群的人都说呀 十二群呢 不良爱好很少 也不抽烟 也不喝酒 也不赌博 就是有一点 花心 先后娶过四个老婆 生了十二个孩子 在这些年里呢 其实十二群 过得也没那么舒逃 后来呀 有一个当年跟他一起 抢劫银行的工友 被警方逮捕了 十二群知道消息之后 可就慌了神了呀 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当年案子暴露了呀 只能给另外一位工友一大笔钱 让那个工友主动自首 顺便给自己顶罪 这场危机也就算过去了 但从那以后十二群越来越不踏实 就担心被警方盯上 因为心里始终有这种罪恶感 开始从事慈善工作 给老家修桥修路 到处建一些希望学校 希望工程 给贫困的学生捐款捐物的 而且甭管他做什么工程 坚决不会拖欠任何农民工的工资 就这么着 他不仅成为了有名的企业家 还成了当地有名的慈善家 甚至驻马店政府 还给他颁发了全民创业模范的荣誉称号 还想邀请他参加人大代表的选举呢 可十二群心里有鬼啊 他不敢呢 不过遇到慈善的机会 还是毫不犹豫的捐款捐物 天网恢恢 殊而不漏 甭管之后做了多少善事 犯下的罪恶 早晚会真相大白 2015年10月21号 十二群呢 跟往常一样 坐着自己的豪车 来到自己捐款的希望小学工地上查看 刚一下车 等候多时的员工们 可就簇拥过来了 十二群笑得可开心了呀 可是很快就笑不出来了 一群早就埋伏好的便衣警察 呼拉抄就包围上来 一下子给十二群就戴上了手铐 警方是怎么查到十二群的呢 其实啊 银行抢劫案之后 当地警方一直没有放弃过侦办 十二群呢 有一回带着私生子去做亲子鉴定 鉴定的时候留下自己指纹了 指纹录入系统的时候啊 别忘了 行政科学技术突飞猛进 所有的指纹系统那都联网了呀 这就跟十六年前 银行抢劫案现场遗留的指纹完成了比对 警方这才锁定了十二群 抓住十二群之后 十二群感觉心里边的石头终于是落了地了 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 在他被捕之后 也如实供述了当年的罪行 当年参与抢劫案的其他劫匪也相继落网 抓住他之后 接下来又有难题了呀 怎么处理十二群的资产呢 利用当年抢来的钱创造的资产 以及进行慈善的捐款 远远超过当年抢劫的数额了呀 根据法律规定 十二群的资产之中 能证明是靠违法金额获得的利益 将全部没收上缴国库 尽管其余的巨额资金还是归属于公司 但他被捕之后 名下的几家公司也迅速瘫痪 最终十二群涉嫌抢劫罪 非法参与枪支买卖罪等被依法批捕 2001年3月16号凌晨4时去 石家庄市长安区玉彩街 棉坊三厂宿舍15号楼 西侧墙体被炸塌 但是无人员伤亡 随后 与其相邻的棉三宿舍16号楼 发生爆炸 楼房整体倒塌 造成93人死亡 12人受伤 4030分 位于长安区建设大街 东侧的世建一公司宿舍1号楼 发生爆炸 第三单元被炸塌 造成5人死亡 20人受伤 4点45分 位于新华区电大街13号的市五金公司 宿舍楼发生爆炸 第一单元被炸塌 造成10人死亡 6人受伤 5点多 位于乔东区玉华路 民进街12号的一居民 二层小楼又发生爆炸 幸运 造成人员伤亡 公安机关迅速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 对现场进行全面细致的勘察 并组织侦察人员 对现场及周围的居民进行深入的调查 经过反复勘检现场 和对现场提取痕迹物证的分析 检验鉴定 确定爆炸使用的炸药 为含有硫磺的硝氨类非标准的炸药 爆炸物为软包装的爆炸装置 引爆方式为火雷管引爆 鉴于五个爆炸现场 使用的炸药种类 装置类型 引爆方式完全一致 作案时间又比较集中 且各个爆炸点之间 爆炸时间间隔与相应的距离 有明显的对应关系 主案所认定 这是一起有预谋 有准备的爆炸案 决定并按侦察 经过参战干警细致的走访调查 与案发当天中午认定 加入爆炸案发生地 绵三宿舍一号楼 201市的靳如超 有着重大的作案协议 主要依据是 一是靳具备作案的因素 动机和爆炸的技能 而且与几个爆炸现场的有关人员 都存在矛盾 二是靳具备作案时间 三是靳曾经自制过炸药 四是武器爆炸现场的炸点位置 均对准了与只有矛盾的特定报复对象 为尽快抓获靳如超 专案组于2001年3月16号晚间 将靳如超的照片 指纹笔记上报给公安部 在全国刑侦计算机网络之中发布 同时召开紧急电话会议 通报案情部署 在全省范围内开展查控工作 公安部立即向全国发出了 击捕靳如超的A系通缉令 并连夜在全国有关媒体 进行广泛的刊播 靳如超 南 汉族 1960年12月7日出生 原籍江苏省肃谦闲人 进入超八岁的时候 在石家庄光明街小学上学 九岁因为病导致听力障碍 后转入棉三子弟学校上学 1976年在石家庄棉坊三厂 五期劳动公司参加工作 1977年到棉三准备车间当工人 1984年结婚 1988年因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十年不夺政治权利三年 1997年8月19号被减刑释放 出狱之后 靳如超没有正当的职业 修理过三轮车 推销过化妆品 非法倒卖过火车票 和他一起上学的人 回忆起学生时代的靳如超 说他当时的绰号叫做 靳笼子 浑身又脏又臭 他不爱搭理别人 别人也不爱搭理他 靳如超的妹妹说 他从小就非常害怕 哥哥靳如超 原因是哥哥的性情太暴躁 动不动就打人摔东西 而且他的哥哥不喜欢吃饺子 有一次 家里包了一点饺子 他从外面回来看见 一下子就把桌子给掀翻了 特别是1994年 母亲因为车祸去世之后 靳如超的脾气更加暴躁 家人曾经为其办过保外就医 但是靳如超回来之后 就囚禁了已经离婚的妻子 并把家里搞得鸡犬不宁 21天之后又被重新受奸 爆炸之中 幸免遇难的靳如超的前妻认为 靳如超这个人脾气特别暴躁 很少与人交往 喜欢看科幻片和科技知识方面的书籍 耳朵虽聋 但是视力很好 他原先有一把猎枪 枪法很准 还会驾驶汽车和摩托车 他们两个离婚的主要原因 是他的性情暴躁 动不动就大骂人 而且往死里打人 而且生活放荡 常常出去鬼混 靳如超的姐姐说 靳如超乖利的要命 在他怀孕的时候 靳如超让他给代谢征婚广告 靳如超的姐姐没血 靳如超竟然拿猎枪 瞄准了他的姐姐 吓得他们的母亲叫声都变了调 姐姐挺着大肚子又跑啊 靳如超出去之后 姐弟两个很少碰面 见面的时候 靳如超就管姐姐要钱 所以兄弟姐妹都搬了家 不敢告诉靳如超地址 大家商量着 把母亲留下来的房子给卖了 分给靳如超一万元钱 靳如超呢 却认为这是少给了他钱 为此呢 两个人结怨甚深 说起靳如超 他的父亲和继母老泪纵横 靳如超的父亲 指着自己脸上的疤痕说 这都是靳如超打的 他说靳如超还曾用铁钩子 将他的前妻的腮帮子给勾破 还有一次 靳如超把他前妻的手脚绑住 说要给他过电 吓得他前妻大声喊叫 邻居听见把电闸拉掉 这才没出事 靳如超对继母更是逢见必打 有一次 甚至到厨房拿菜刀砍他 他继母一见他回来就跑 经常到派出所报告 希望将靳如超关起来 曾经看押过靳如超的监狱管理人员介绍说 靳如超1988年判刑之后 先在河北省第四监狱扶过刑 就因为他妻子来监狱探监的时候 玉友给他妻子倒了一杯水 靳如超就一口咬定玉友和他妻子通奸 非要杀了那个人不可 后来靳如超被转到深州的监狱里服刑 负责16号楼原棉三宿舍 第一居民委员会主任吴树兰在介绍时说 靳如超父母离家庭部和邻里关系也非常紧张 刑满释放之后 靳如超一直行踪不定 也断断续续的到南方打过工 此人好吃懒做有钱就花 花完就要不给就闹 他多次到居委会要求给找工作 可是他介绍了四五个工作 他都不干说是太掉价 靳如超与邻居闹矛盾 曾经扬言要炸楼 案发前大家一直没有见过他 据说是去深圳打工去了 靳如超正在石家庄北郊监狱服刑的弟弟 看到电视中播出的316爆炸案的现场 毫不犹豫的就说 错不了 准是我哥干的 我哥心狠手黑 我俩以前也制造过炸药 他有这方面的技术 另外他报复心特强 谁得罪了他 他准会报复谁 2001年3月23号8点20分 靳如超被广西北海市警方勤获 2001年4月17号 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此案 认定被告人靳如超 威胁私奋 吃刀行凶 并致死人命 又以极其残忍的手段 连续在居民楼内实施爆炸行为 造成人员重大伤亡和财产巨大损失 其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 爆炸罪 情节和后果均特别严重 且在刑满释放五年内 又故意犯罪 系累犯 被告人 王玉顺 郝凤秦 魏牟私利 非法制造 买卖爆炸物 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制造 买卖爆炸物罪 被告人胡小红 被谋取私利 非法买卖爆炸物 其行为已构成非法买卖爆炸物罪 经审讯 金如超 对以上犯罪事实 供认不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判决金如超等 四人死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宣判之后 四名被告人不服 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提出上诉 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不开庭 审理了此案 于2001年4月29号 作出如下判决 驳回金如超 王玉顺 好凤秦的上诉 维持原判 胡小红 犯非法 买卖爆炸物罪 判处死刑 缓期二年之刑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2001年4月29号 金如超 王玉顺 和凤秦 被执行了死刑 对于作案动机 金如超 这样回答警方 是我搞的爆炸 我早就想炸他们了 被捕之后的金如超 对着警方 毫不掩饰地说道 2001年3月24号 专案组 选调有审讯经验的民警 连夜对当日押回的金如超 进行审讯 金如超 对在云南杀人 和制造石家庄 316特大爆炸罪行 供认不讳 金如超交代 2001年3月9号 他在云南省马关县 用柴刀砍死 曾与他非法同居过 三个月的梅志花之后 深感罪行严重 便决定孤注一掷 铤而走险报复杀人 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 金如超 于3月10号 乘坐昆明 是天津的XW22号航班 飞往天津 等天用身份证 登记住宿在天津火车站 附近的玉晨旅馆608号放线 3月11号上午 乘车到达安国市 用身份证登记住宿 3月12号中午 进入超 乘车回到石家庄市郊区 他先从石家庄热电厂旁的管道沟内 取出 2000年6月前后 从陆泉市 暴毒寨附近 一个采矿点 重庆籍打工人员 胡小红手中 购买后 藏了于此地的 50枚雷管 和30根植鸟 又马上乘车直奔 陆泉市黄碧镇 白沙村找到2000年相识的做炸药的人 王玉顺 根据白沙村村民王玉顺和郝凤琴的交代 2000年4月5月间 一个陌生人找上门提出想买炸药 问清楚价钱的时候 说先要弄一点试试 如果行 买卖就成交 不行 就算没事 然后就走了 直到2001年3月12号 吃完中午饭的时候 这个人突然来了 经过讨价还价 订购了500公斤的炸药 约好两天后提货 经辨认 这个人就是静如超 当天晚上 静如超没敢回家 在陆泉的一个果园里 躲了一夜 陆泉市上庄吉星旅馆老板 荣树恒介绍说 2001年3月13号8点多 一个男人以天津和西区 无信发的名义 登记住宿 洗了个澡之后 不辞而别 此后 静如超再次出现在 王玉顺的家中 购买了少量炸药 自己到黄碧张水库上游 一个人际罕至的山坡上 做了爆炸实验 当天晚上 静如超 住到平山县电厂街 裁员旅馆 2001年3月14号上午9点多 静如超又从平山县 赶到了王玉顺的炸药制造点 花了950元钱 买了550公斤炸药 并提出炸药暂时寄存在王玉顺的库房里 因为静如超的要求 提货时 别人不能在场 王就把库房的钥匙给了他 让他拉完货 把钥匙压在门口的砖头底下 当天晚上 静如超 住到了陆泉市 李村镇 一个停车场的招待所里 2001年3月15号上午8点多 静如超到了陆泉市李村镇附近的公路旁 以拉货为名 租用了李村镇南白沙村个体运输司机 张军涛的白色福田客户车 张军涛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介绍说 他跟随静如超 从白沙村的一个废弃的厂房库房之中 将外包装 表有积资料的9整袋 5个半袋的货物 装上了车 在运货途中 一位静如超 一会儿说 要到陈村 一会儿又说 要去赵林铺 便觉得有点不对劲 走到双河村的时候 就把货 给他卸在了村北的一个水闸旁 之后 静如超 又以拉资料为名 租用了 赞住在 陆泉市大河镇 甲村 刘雪海的一辆蓝色的三轮摩托车 刘雪海介绍说 他拉着这个货 当然就是炸药 走到石家庄市郊区 杜北桥 钉子路口附近 因为这个车辆 没有牌照 不能进市 正好看见陆悬市 大河镇的甲村 王向东开着三轮摩托车 从此经过 就上前介绍静如超 租用盖车 于是王向东 帮静如超 将货物 拉到了石家庄郊区前 泰埔村 一处废弃的空房内 当天晚上七点多 静如超在平山县火车站附近 租用了平山镇 东关村刘志华的一辆 带棚的红色三轮车 以找人为名 到陆泉市白沙村附近 将藏匿的装有雷管 导火索的包裹取出 8点40分左右 静如超带着刘志华 来到前泰埔村 废弃的房子里 将9袋货物装上了车 刘志华证实 他们拉着货物 进入石家庄市 先到电纳街市 五金公司 宿舍门口两侧 放了两袋 接着 到明进街 12号院的胡同口的 东南角放了一袋 然后到建设北大街 建议公司宿舍一号楼 楼旁放了四个半袋 剩下的一袋半 放在了棉三宿舍 19号楼东侧的花池旁 然后进入超和刘 又返回了前泰埔村 附近的工房处 将剩余的五袋货物 统统的拉到了棉三宿舍 19号楼东侧的花池旁 然后进入超和刘又返回了前太埔村附近的空房处 将剩余的五袋货物 统统拉到了棉三宿舍19号楼东侧的花池旁 因为刘志华对石家庄市的道路不熟 进入超以直路为由 将刘带了石家庄市的热电厂附近 告诉了他回平山的路线 刘志华走了之后 进入超前回热电厂的管道沟内 将雷管与导火索连接好 做成了15个引爆装置 2001年3月16号凌晨2点30分 进入超从管道沟中钻出 搭乘了一辆出租车 到建设北大街世界一公司宿舍一号楼 将预先放置的在楼旁的炸药 分别放到三单元的二层和四层 这也是进入超前妻父母的居住地 下楼之后搭乘出租车 到绵三宿舍19号楼存放炸药的地方 想将炸药搬到大约100米处的16号楼 但是进入超搬不动 于是便拦了一辆出租车到护车站 在站前接公共汽车站的附近 以拉货为名 租用了鑾城县野河镇东流村 个体运输司机 王新廷的一辆蓝色的三轮摩托车 返回棉三宿舍放炸药处 去王新廷供述 他分两次将六袋半的积司料 运到棉三16号楼前的小路上 运货途中 王新廷嫌原先讲好的25元车费太少 货主答应再多给他5元钱 因为这个货主听力不好 他们的谈话声比较大 被附近一个扫马路的清洁工人 听到了直往这边看 此后靳如超来到棉三 16号楼的北侧 将两袋炸药拖到了一单元门内的南墙根处 又将两袋炸药拖到了二单元楼门口内的南侧墙根处 再将两袋炸药拖到二单元门西侧的阳台下 16号楼是靳如超的居住地 他认为邻居与他过不去 所以他想要炸的也是自己的邻居 最后将剩下的半袋炸药放在15号楼西侧的外墙根处 这个里面住着靳如超的母亲和继母 靳如超对继母非常仇视 也想炸死自己的父亲和继母 插上引爆装置 靳如超重新返回到16号楼 大约4点10分 靳如超将16号楼和15号楼的导火索 依次点燃 靳如超从绵三宿舍小南门逃出 跑到中站东路的世贸中心门前 搭乘出租车到建设大街的世界一公司宿舍 分别插上引爆装置之后 依次又点燃了4层和2层的导火索 世界一公司宿舍爆炸现场 北侧十几米一个治安港厅 当晚职业班的李治法师傅证实 2001年的3月16号凌晨 将近4点30分的时候 他脸朝北在这些港厅中喝水呢 突然就听见有人从港厅外面跑过来 他抬头一看 只见一个穿深色衣服的中等个头男人 向北跑进了黑暗中 正在纳闷之间 就听见一声巨大的爆炸声 轰 紧接着又是一声 把他震的从凳子上掉了下来 根据靳如超交代 爆炸发生的时候 他已经逃到了世界一公司宿舍北侧的棉衣立交桥下 他马上搭乘出租车赶到电大街13号15斤公司的宿舍 这个时候路口炸油条的摊点已经在生活 他步行进院之后将炸药拖到一单元楼内 这个地方是靳如超的前妻和他现在的丈夫的居住地 在这里他查上雷管和导火索 然后逃离现场 2001年3月16号清晨4点30分 出车车司机吴国辉正在打肚的过程中 突然听见有人在敲车窗的玻璃 打来车门 来人就坐到吴师傅的身后 说上火车站 没开出多远 那个人又让他开回去 吴师傅还以为还有别人 车开到电大街 就发现那里好像炸了窝 有人在街上不断的飞跑 坐在身后的那个乘客 让吴师傅赶快将车往后倒 车出了电大街往东 一直开到民进街附近 那个乘客给钱就走了 直到看见通缉令 吴师傅才发觉 那个乘客有些蹊跷啊 根据金如超交代 他从这个出租车上下来 避开司机的视线 拐进了民进街 将胡同口的炸药 拖进了12号院的二层小楼下 这是他的生母留下的房产 2000年被姐姐转卖给他人 点燃了引爆装置之后啊 金如超就跑到了光明街上 这个时候啊 在光明街小学西侧 停着一辆出租汽车 车上司机啊 王志海正在睡觉 金如超上车的时候 说要去刘村 车过了胜利路 又说要去原市 王志海说呀 他的车上没有压车人员 乘客呢 去向不定 他怕不安全 就在刘村路口啊 让这个乘客下车 去搭乘前边的路边 停着的一辆出租车 爆炸案发生之后 从刘村载着这个金如超 去原市的出租车的司机 王军林等人 向公安机关举报 2001年3月16号凌晨租车的人 就是通缉令上的金如超 并说当时金如超 坐在车的后排 听不见 王军林说话 副驾驶呢 还将过不过收费站的问话 写在纸上 给金如超看 107国道原市收费站 陆东的一个饭店老板 任增深也证实啊 3月16号凌晨5点30分左右 出租车司机王军林 和一个中年男人 曾到饭店里来换过零钱 那个中年人 就是金如超 金如超供述说 经过这个原市收费站之后 他搭乘了一辆南行的中巴车 逃出河北 然后多次换乘长途汽车 经郑州 罗河 武汉 衡阳 吴州 玉林 于2001年3月22号下午4点多 到达北海市 3月23号上午8点多 就被北海市公安局给抓获了 金如超 被带到爆炸现场 进行指认 为了验证金如超 能否一个人连续实施爆炸 公安部和石家庄市公安局 于2001年3月25号清晨四时许 做了模拟实验 参加实验的侦察员 按照金如超供述的作案过程和路线 一一进行模仿 结果全程 仅用了39分钟的时间 一直参与这个审讯金如超的石家庄市的 公安局副局长许镇霞介绍说呀 金如超是一个性格孤僻 充满仇恨 易走极端的人 2000年的秋天 金如超在石家庄 结识了26岁的云南姑娘 韦志华 当时呢 韦志华身无分文 金如超答应娶她 并且给她介绍工作 不料 金如超带给她的是窘迫的生活 和拳脚相加 韦志华失望之后 于2000年的年底 逃回了老家 根据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节目透露说呀 河北省公安机关 已经完成对石家庄特大爆炸案 犯罪嫌疑人 金如超的审问 在铁的事实面前 金如超低下了她罪恶的头颅 石家庄316特大爆炸案 犯罪嫌疑人 金如超 于3月23号 被广西北海市公安民警抓获 3月24号下午 金如超啊 被押回石家庄市 公安民警呢 连夜对她进行了审讯 审讯员就问 你知道公安机关 为什么抓你吗 金如超回答说 公安机关抓我 就是因为我 一杀了人 二搞爆炸 审讯员又问 你为什么要制造这些爆炸呢 金如超说 他们家长期整我弄我 其实啊 金如超所说的整他弄他 无非啊 就是邻里及家庭之间的一些琐碎的小事 仅仅因为与家人亲属 以及邻里有矛盾 犯罪嫌疑人 金如超 竟然在3月16号凌晨 4016分到5点01分 引爆了石家庄市 长安区 玉才街 绵三宿舍 16号楼 15号楼 和长安区 还有和平路 世界一公司 宿舍 1号楼 等5个爆炸点 致使 108人遇难 38人受伤 群众的财产 遭受到了重大的损失 那么这个丧心病狂的 金如超 是怎样作案的呢 审讯员就说 干这个案子是几个人 金如超说 就我一个人 审讯员又说 你一个人 怎么能干这么多案子 金如超说 我先把炸药 在各个爆炸点都放好了 经过公安部门审理 有证人证实 金如超 使用出租车 谎称 运送机资料 雇用司机 帮他把炸药 放在事先 选好的各个地点 然后再由他自己 回过头来 一个个点着了 雷管和导火索 引爆炸药 开始实施了 他罪恶 疯狂的犯罪 点赞